大家我是Paul 周一到周五英文一起讀 你喜欢吃提拉米苏吗? 发明他的人死掉了 father of tiramisu adol campio 不会念他的名字 dice aged 93 93岁 aged 加个数字 幾岁这样子 长这个玩意儿 长这个样子 不是长这个玩意儿 他的这个里面这个饼干的部分 我介绍一下他的component 后来会有写 但先看一下 他叫做肥胖的女生手指头 非常冒犯的一个名字 可他真的是叫这个名字 所以他的这个giant lady fingers 我有时候会想 他的giant lady finger 到底是giant lady the fingers 还是giant lady fingers 那意思可能不太一样 giant lady 巨人的一个女生 然后他的手指头 或者是lady fingers 只是他很giant 他很大 我也不知道是哪一个 但无所谓 他还不是重点 回来这里 好 我们来看一下这边说的 所以他是一个 the owner of the bacciari a restaurant in treviso in northern italy where the famous dessert was invented by his wife and a chef 所以在那边 很知名的这个甜点 被他的老婆 以及一个chef发明 我其实要想的这个 想讲 今天要讲主要重点大概是这样子 甜点嘛 我不知道你对这个字的这个 呃 背法 有没有一些小小的诀窍 我个人觉得我有 欸到底哪个是甜点 两个s还是一个s呢 right 那 呃 我的背法是 甜点这种东西 一个人吃是完全没有意思 所以一定要两个人吃 所以两个s 好如果这对你有帮助的话 算是一个记忆的窍门 所以他的发音是 dessert ok dessert 那另外这个字是什么东西啊 这个你知道大概可以翻译成沙漠 其实 甜点那个字 我们讲完dessert 我已经没有任何话可以说了 沙漠这个字要多讲一下 因为他的发音 除了跟甜点不一样 叫做desert之外 他还有另外一个意思 就是背叛 那背叛是动词 而沙漠是名词 so desert saharan desert 沙拉沙漠 那背叛 这个词 他的发音却变成跟甜点一样 desert you desert your country you're a deserter 所以desert 背叛 发音变得跟甜点一样 你甜点了你的国家 ok 所以不再会变成是desert 我写一下 he deserted his country 背叛了他的国家 所以这里请不要把它念成 这个不是沙漠吗 desert he deserted his country no he deserted his country he is a deserter 好 所以这里要特别注意一下下 那在这里当然是 the famous dessert was invented by his wife in a chef 有名的甜点 贝拉老婆 跟一个厨师发明出来 所以这是一个dish 它feature了coffee soaked biscuits so the dish featuring coffee soaked soaked这个词啊 就是泡湿掉 所以泡湿在咖啡里的biscuit 而这个biscuit 就是刚给你看的giant lady fingers and 这边有一个cheese 这个cheese很特别 那也就是 大概就是这一块地方 这个cheese 那美国人的发音啊 我个人会认为 他就把它念成mascarpone mascarpone 那 可是后面那个N1呢 事实上 用意大利原本的发法 是有发音的 而且我刚看了一下 他那个发音教学影片 我真的觉得很有趣 他的重点在第三个p 后的发音上 mascarpone mascarpone 所以你要把它念成mascarpone so what cheese is this? mascarpone 好 那我相信美国人可能就会念成mascarpone 我查了一下google的发音 好像是念成mascarpone pone聽起来像小马一样 那可是你要知道 意大利原本的发音是pone mascarpone 像很多的这个 意大利文的一些字 在美式的英文 或者英式的英文裡面 其实就真的就变掉了 像保时捷有没有 他开一台porsche 可是据我知道 真正的发音应该是porsche 如果你有看France的话 你就知道 像joey就是意大利裔的 所以他的 他对于保时捷的念法是正确的 porsche ok 在很早第一季裡面 他就有一集 搞到像他有一台保时捷一样 后来知道是假的 我扯远 回来这里 所以这边有一个 coffee soaked biscuit and mascarpone was added to their menu 所以这一个dish呢 那他feature这两个东西呢 被夹到他们的菜单里 in 1972 but never patented by the family 但从来也没有被 他们也没有拿去paten paten就是申请专利 所以被全世界拷贝啦 对不对 so it has since become a staple of Italian cuisine 所以从那时候他就变成了staple这个词 嗯 一般你可以理解为就是那个定书机 就是staple 所以定书机本身叫stapler 那定书针就叫做 是叫定书针吗 我也不知道 但总之那个 那个铁铁的那个 那个小条的那一个啦 定的那个东西 就叫staple 那可是staple另外一个意思 就是基本的啦 并且是主要的 所以米饭是我们的 基本并且主要的饮食的一环 主食对吧 我们就可以说Rice is a staple of our Taiwanese or Chinese diet ok 所以staple of什么东西 就是一个东西的主要 所以他就说了这个 就意大利料理里面 Tiramisu已经成为了一个staple 所以这样你就懂了 ok 所以staple这个字要认识 staple ok 那后面这个字料理这个字 它有几个不同的发音 你把它念成cuisine是ok的 cuisine我也听过 那你爽就好了 so it has since become a staple of Italian cuisine cuisine都可以 adapted by chefs worldwide 所以世界各地的厨师都把它给采纳它了这样子 调试它了 adapted 我认为这里用adopt也是ok 但他用adapt也是可以的 所以adapted 那这个worldwide这个词啊 我们要特别说一下 它只能放在后卫修士 ok 所以如果说今天一个东西 世界知名的话 所以如果你说 tiramisu is a world-wide famous dessert 这就ok 可是如果你说 tiramisu is a world-wide famous dessert 就不行 因为worldwide这个词 它不会放在前卫修士 ok 所以这是一个很有趣的 你要知道的 因为好像我看过一个youtuber 把这个部分 不小心犯一个错说错了 然后下面有被人家纠正一下下 那我既然这边看到了 我们也稍微说一下 tiramisu is a world-famous dessert 是正确的 worldwide不行 那如果你把它换一个说法 tiramisu is famous worldwide 就ok了 所以如果在这个例子里面 我把worldwide 放在后卫修士的时候 那就没问题 so it's a famous dessert worldwide ok 所以我把它改成正确的话 把这里拿掉好了 所以希望同学 能够确切的看到 这两句的重点在于 world famous world 放前面 worldwide 必须放在后面 我甚至可以再强调 world这个字 是我们台湾人念错的英文里面 大概可以排榜首吧 几乎是榜首的 世界这个字 我怎么听都听到 word no world 不是world 好 anyway 回来这里 adapted by chefs worldwide cool 然后反正它就是一个 但就有一个持续很久的一个争议 到底它的源头哪里来 so there have been long running disputes 所以long running ok 有关于the origin of tiramitsu 所以origin这个词就是源头 origin original 就是原本的 像我们有时候听到OG 我不知道有没有听过这个词 这个人是一个OG gangster rapper 这个人是个OG youtuber 这个OG就有这个original的概念 其实 ok 原本的 不能讲老派 可是就原祖的那个备份的概念 原祖备份 ok original OG 所以它的origin是什么 那包括了很多claim 什么样的claim 很多声称 声称说它被当成一个 Aphrodisiac Aphrodite 或者Aphrodite 我不太确定这发现哪个对 就是希腊女神 阿佛罗代替 还是什么东西的 那它管性欲的 所以Aphrodisiac 就是那个催情药之类的 所以在一个 在Brotho里面 在那个Trivisio 这一个意大利都市的 北意大利这样子 in the north city in the north italian city of ok 总之北意大利的一个都市 的一个Brotho Brotho就是妓院 我们上礼拜看过这个字 Brotho妓院 里面当成一个Aphrodisiac 好酷 ok 好 那讲到这里 其实大概也差不多了 我们点多再多看一个字 叫sprinkle 我这边有写 不知道在哪里 So the paradigm perfected the dessert 所以他讲到这有两个人 这两个人把这个dessert呢 把它弄完美了 perfected the dessert 藉由什么呢 加了这个lady finger sponges sponges cool 这就刚刚讲的giant lady finger 所以他这里换一个词 lady finger sponge sponge这个字 一般讲海绵 那这个giant lady finger 这个特殊的这个材料呢 事实上它吃起来的确跟 那种海绵蛋糕的口感是有点像的 所以giant lady finger sponges 我们也看一下它跟这个 因为giant lady finger 是一个很有名的厂牌了 所以这个 yeah 看到 事实上长差不多 lady finger sponge 好 cool 所以加在里面 然后而且它要泡在咖啡里 然后用可可粉撒上去 so sprinkling it with cocoa sprinkle这个词就是撒 这样子 像在国外呢 看到草皮上撒水器之类的 那国内也有啊 不见得国外 那那个就叫做water sprinkler 那像是那个灭火器 也叫做sprinkler OK 你不能叫它shower 因为它不是淋浴的概念 好 所以sprinkle这个词 认识一下就没问题 那我们把这句看完就好 所以它就叫它tiramisu 那而它翻译成英文 就叫做pick me up 把它给捡起来 或者你说搭讪 pick somebody up 也有搭讪的意思 你去学校建立小孩下 小学 你去学校建立小孩下课 也是pick them up 同样的概念 好 那讲到这里大概OK 那我们来小小复习一下一下 这里就可以结束了 所以dessert这个词 叫做甜点 好 复习的拿出来 好 dessert 注意发音甜点 dessert 沙漠是dessert 可是如果你要讲背叛的动词 又回到了dessert dessert so he deserted his country 这个例句给你看 soak是泡着 所以刚刚讲这个giant ladyfinger 泡在咖啡里面 so coffee soaked ladyfinger sponge sponge刚刚讲的是海绵 那海绵蛋糕来之类的 可以 pattern是刚刚说的专利 他们没有去申请专利 所以被全世界厨师给抄袭了 也就认了 staple刚刚说 这个大概是今天也很重要的一个词 就是一个东西的 基本的并且是很主要的 所以说了像刚刚讲 米饭是我们的主食 so rice is a staple in our diet in the eastern diet 事实上那就是eastern 南美洲人也会吃米饭 so rice is a staple in diets around the world 大概可以 cuisine 料理 cuisine cuisine ok mascarpone mascarpone 我真的觉得美国人不会念那么急吧 mascarpo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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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一种cheese 我刚刚没给大家看一下mascarpone长怎么样 前面应该有找出来 yeah there you go 只有看到他的蛋糕上 那事实上长这样 你也懂了 也就这个概念 做tiramisu用的 看了都饿了耶实在是超烦的 好不管 我们不能这样饿下去 我们回到这里 ok 好 然后呢 刚刚另外强调一个概念 就是如果你要讲worldwide的话 只能放在后卫修饰 不能放前面 所以如果你说tiramisu是一个世界知名的甜点 tiramisu is a world famous dessert 可以 如果你要用worldwide放在句子后 tiramisu is a famous dessert worldwide 就ok了 好 那ok 那强调一下world 这个字真的不好念 先念出word再加上ord就可以了 wor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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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把l拿掉就变成字这个字 那就是word 不要念成ward 因为ward听起来是这个字 那是不对的 word word 里面就是一个耳朵的耳 我通常是降教学生的 word word word在那一个 多补充一个概念 word这个字 在江湖黑话里面 还有同意你说的对的概念 或者甚至就变成疑问 就是really 所以你说一个什么什么东西 啊really 我就可以说word 那如果怀疑的话 really我也可以是word ok 如果你喜欢Dave Chappelle的comedy的话 你会常听到他这个用 好anyway origin是源头 original是 我顺便多讲一个 再多补充一个概念 吃那个洋芋片或什么之类的 原味叫什么你知道吗 原味 那有的学生说原味就正常口味啊 那就让normal好了 所以还有不正常的 不是吧对不对 所以原味的概念 这个英文字就叫做original 所以要是你去看那个乐视或之类的话 黄色包装的那一种 下面就会写着原味 原味英文什么 original ok original OG这个字常看到 就讲了圆祖籍的 OG 最后这个催琴的 aphrodisiac 我好像会 我依稀稀的他会念成 aphrodisiac 那可是他拼音上看起来是aphrodisiac 那这个有兴趣的可以去查一下 到底是哪个参加对 sprinkle是洒 所以洒水系统之类的 都叫做sprinkler ok sprinkling system 讲到这里OK了 希望你喜欢今天的内容 我是Paul 我们下次见